创建一个新的样式文件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Styles目录的下面 名字可以是Card.wxss 打开小程序的主样式 里面用一下AddImport 导入刚才我们创建的Card这个样式文件 然后再回到这个样式文件 去设计一下卡片组件的样式 这里我们先添加一个Card 去设计一下这个大包装的样式 里面用一个Padding 总体的内边距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16像素 下面我们可以再用一个Card 每一个卡片项目的背景都是白色的 我们用一个Background 对应的值就是警号6个F 下面的外边距我们把它设置成16个像素 然后再来一点过渡的效果 用一个Transition 时长是0.5秒 在所有的属性上面去应用这个过渡 卡片组件用了小程序里面的View这个组件 在View组件上面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Hover Class 去设置一下按了这个组件以后应用的那个类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Hover 再回到样式文件 我们再去设计一下Card Hover的样式 这个选择器表示的就是同时包含Card 还有Hover类的组件 里面用一个BoxShadow去应用一点阴影的效果 0 32px 48px RGBA 颜色是黑色 我透明度是0.06 再去预览一下 现在按下这个卡片组件 会在组件上面去应用一个Hover类 这个类的样式就是一个阴影的效果 我们在卡片组件上面用了过渡 所以组件切换显示状态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过渡的动画效果 再设计一下Card里面的Image 还有Card里面的Video 把它们的Height就是高度 设置成36Vh 接着我们再去设计一下Card里面的Content 这个Content就是内容的那个包装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内边距 48rpx 48rpx 64rpx 就是把左边右边还有上边的内边距 设置成48rpx 下面的内边距把它设置成64个rpx 然后是卡片里面的大标题的样式 Card下面的Header Font Size字号是48rpx Font Weight是Bold加粗显示 Letter Spacing是2rpx 用一点自间距 Margin Bottom是48rpx 在WT的下面我们需要一个小边线 这里我们可以去设计一下Card的Header 加上一个After 就是WT的After这个尾元素的样式 Content是一个空白 再把它变成一个块机元素 Display设置成Block Width宽度是40像素 Bold Bottom下面线可以用一个两个像素的黑色的视线 在下面再添加一点内边距 大小是8px 再去设计一下子标题的样式 Card Sub Header Font Size是32个rpx 再添加三个像素的子间距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大写的 Text Transform 设置成Uppercase 最后我们再去设计一下Card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有Card下面的Meta Margin Bottom是8个像素 Color我们可以使用RGB来表示 颜色是黑色 不同明度可以设置成0.85 Font Size字号是32个rpx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产品列表的设计 回到首页的视图 再取消对这个首页幻灯片的注视 然后在开发者工具的模拟器上面 我们可以去预览一下做好的这个小程序的首页 这个幻灯片的背景颜色 我们可以把它设成白色 这样的话 这个幻灯片的内容会跟下面的产品列表区隔开 在这个幻灯片组件的上面 我们再多加一个White 然后再打开Hero这个样式文件 添加一个选择器HeroWhite 把背景颜色设置成白色 再回到模拟器上面去预览一下